几天前,中国刚刚接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有小伙伴来问我,什么是轮值主席? 主席有什么权利?是怎么选出来的? 大家好,我是小Q,一只联合国区的up主 今天我们就聊聊虽然很重要,但经常被误解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首先,安理会主席是选出来的吗?不是 联合国大会的主席是选举产生的 但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就和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职日生一样,是轮流来的 具体而言,是按照理事国英文首字母顺序,轮流担任 所以你看今年英国和美国是combo 完了之后就是阿尔巴尼亚,巴西,再然后就到中国了 那么安理会总共有15个席位 平均每15个月,中国就会当一次主席 上一次就是去年5月 这个规矩是怎么来的呢? 联合国宪章其实对安理会的工作的具体方式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 宪章第32条说,安全理事会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 包括其推选主席之方法 所以1946年安理会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才定下了一个暂行议事规则 结果一下子暂行了70多年 规则改过好几次 最后一次是1982年 虽然40年没动过了 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还是一个临时规则 而且安理会其实很多时候是靠惯例 而不是明确的规则进行运作的 这是安理会很具有特色的工作模式 那主席能干啥呢? 主席最核心的工作职能之一 就是叫大家开会 大家不要以为安理会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开会 到下午5点下班或者散会 不是这样的 没事的时候大家是不开会的 因为各个代表都很忙 像咱们中国现在的常驻代表是张军大使 这是腹部即干 不可能每天啥事不干 坐着和大家唠一天磕 所以规则规定了 每两周大家最少得开一次会见个面 那么另外任何人想开会就告诉主席 主席就好意咋子安排一下 每个月初的时候 主席会和各成员国协商做一个日程安排 我们看8月份的安排就知道 一周开两到四次会是比较常见的 如果有比较紧急的事情 会议会更多 主席的第二项职能是主持会议 这个其实也没啥好说的 就是按顺序叫人说话 然后对一些程序性问题进行裁决 那你说我看日本不爽 不让他说话行不行 不行 他说话我疯狂插嘴行不行 也不行 安排会的工作手册上写得很明确 一般主席在其他人说完话之后说话 也可以在一开始先讲两句 但是要大家同意才行 另外主席对程序性问题的裁决 也是要基于意识规则的 如果有国家不认可主席的裁决 可以要求进行表决 推翻主席裁决 但是这种事情也很少见 一年可能一两次 去年一整年一次都没发生 没发生说明什么 说明没有争议 没有争议说明什么 说明主席在会议上就是个工具人 主席的第三项职能是代表安理会露脸 安理会的会议成果一般有五种 决议 主席声明 主席说明 主席的信 新闻谈话 后四种都是主席露脸代表安理会的 那主席声明是不是就是主席的声明呢 也不是 主席声明实际上各国要正式达成一致后 形成一份正式文件 主席说明 一般是会议对于程序性问题的一致意见 说白了 老师们谈妥了 班主任去班里宣布一下 所以安理会主席看上去非常厉害 按照规则 基本就是一个工具人 那是不是就毫无用处了呢 也不是 因为安理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协调机构 主席作为会议的召集人 具有中间协调的职责 大家一般呢 也愿意给个面子 主席也有很多机会 代表安理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高层互动 所以你看 无论哪个国家接任都会敲锣打鼓一番 顺便一个冷知识 历史上当安理会主席最多的人 是中国外交官蒋亭福 有16字之多 如果不是因为婚外恋 被原配整天在联合国门口闹事 可能数量还会更多 安理会的协商特性 也体现在开会模式中 绝大多数联合国机构的会议 都是完全公开的 但安理会的正式会议 既包括公开会议 包括闭门会议 非正式的磋商 在一些情况下 连联合国秘书处也不通报 只有代表和翻译参加 你基本可以理解 公开会议是给公众看 发言和投票的结果 场内选手早就心知露明了 为啥呢 你看工作手册里写的 建议在发言之前 把200份发言稿给秘书处 由秘书处负责分发给各个代表 这个剧本在开会前就写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每次有国家使用否决权 就会上新闻 因为否决本来在安理会 就是个大概率事件 2021年 有59份决议草案 在安理会付诸表决 其中有48份是协商一致通过 还有9份是表决通过的 虽然有人反对 但不是武偿 数量也不够 而没通过的决议有几份呢 两份 其中只有一份 俄罗斯一票否决了 所以80%以上的安理会决议 都是全票通过的 只有大约3%的决议草案 会被否决 这时安理会主要工作 得以顺利开展 比如国际争端协调 违和部队行动 各种国际制裁 人道援助 联合国宣传第41条 授权安理会采取不涉及武力的措施 第42条 授权安理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 以维护和平 制裁呢 从比较具体的武器禁运 旅行禁令 到全面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军事行动 则包括海军封锁 设立禁飞区 使用有限武力 乃至使用一切必要手段 认为说一下 安理会的表决机制 15个国家通过决议 需要9票赞成和5成不反对 什么意思呢 对于非常人理事国来说 反对票和弃权票 从效力上是一致的 都是不赞成 对于常任理事国来说 弃权就是不想否决的反对 有人说啊 那俄罗斯揍人怎么没人管呢 美国到处搞事 怎么没人管呢 还是那句话 你不能指望一个武偿 搞出来的东西 能管武偿的事情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也不全是武偿的事情 你说英国女王 居然不受英国法律管辖 英国的法律真是一点又没有 这可能是略微有一点偏颇 就像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 达格·哈马舍尔德所说 是为了引领我们去天堂 而是为了把我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 安全理事会 就是联合国中 阻止我们去地狱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是小Q 谢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